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 5月24号的早上6点34分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教育计划同时也跟大家讲 我为什么这样子做 我在这个地方挂了一个单 现在挂了一个单是1.1202吧 大家把那个自己的点差也算进去 空单 其实我最早是想把它挂在这里 1.199这个地方 后来由于这个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这四小时的时候 我上面画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昨天画的这个非理性交易区域 那我想把指寸放在这个上面 所以就把它提升了两点 结果就没有被交易到 那昨天晚上做了就打破那个 这个做这个作息的时间 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个视频 那么跟大家讲一下 我做这一个单子 可能它就永远进不了场了 看这个架势可能就进不了场了 可能低两点就进不了场了 这边就出现一个我自己在考虑是说 我的交易的成功率为什么这么低 成功率大概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吧 我算一算 我说它成功率低 不是说被止损了百分之八十多 是说很多单子都没有入场 就挂在那边就没有入场 那么我在想是说到底我这样子做好 还是我比较再激进一点把这个单子就是推浅一点 不要这么在乎我要进了场就秒赢任的概念 那我思考一段时间 昨天晚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后来决定还是说按照现在来做好了 因为我现在入场中 其他帮我算出大概百分之七十多的那个生率 那这个也是不准的 刚才我说百分之十几的这个正确率 算了那些没有进场的单子 还有挂在那边就永远进不去的那些之外 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单子我是进不了场 那么数字给我的那个百分之七十多的 其实也不准 那为什么不准呢 因为我有时候会把那个止损 在它市场波动一段时间 我就把止损提到赚一点点或者打平的位置 它就把你当成是赢了 把那个去除的话大概是 赢跟亏就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可是我的赢是至少是一半一倍多以上 亏呢就是就是我的亏 我的赢是我的亏的一倍以上 可是我的亏呢常常不到一倍的时候 我就出场了 所以总体来说他一定是赚钱的 我想想既然都是有已经赚钱了 那就不需要那么激进 就是按照目前的做法就比较好 所以大家跟大家解释一下 当然这个问题就是有些跟我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失望 说你怎么老是不进 进不了场啊 或者是有时候我做啊 比方说我市价做的 我来不及跟大家汇报 这时候就做了的话 那我也不会马上根据一个汇报 因为我有市场单子进去啊 我一汇报的话 就会有人来问我一些问题啊 那会影响我的心情的 我挂了单子我也不看 就或者是我看的时候 我也知道我挂了这个单子了 那那个不一样 市价单子心里的情绪还是会有一点点的 虽然我用这一套方法已经 已经做的非常轻松了 可是还是任何那个 限价单都会有一定的 心理的情绪的问题啊 这个我留着下一次再跟大家讲 所以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所以我还是决定是说 用我现在的方法不要太激进 那现在呢 再看另外一个货币队 好这个我有做这两个嘛 这个是新加进去的 这个是四小时 我这边先加了一个区域啊 那看一下四小时 当然这个是下行 一小时 你看我这边画一个区域带 这个出现了两次 它会下来 可是下面有一个区域啊 这个非理性的区域 所以这个地方教你有点困难 那这边如果在这边做空的话 大概有三十点的盈利 那这一个货币队呢 我也是刚刚做的 如果有朋友叫我 你可不可以讲讲环境啊 讲讲别的啊 一般来说我是不会这样做 或者不是一般的 就是我不会做我自己 不交易的东西 我讲给你的东西 是我一定会做交易的 这样子我可以对自己负责的同时 我交易就是对自己负责的 那我也要为你负责 就我们要空空和谈 说真的怎么样怎么样 我自己都不碰 自己不碰 自己不碰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可以讲的很 很好 你可能判断的也很好 那么可是如果亏损的话 你也不在意他 那么不在意他就是 当然就不能够 对大家来看我这个视频的人负责 所以这个原因 大家可以建议我做什么 可是我看一下 我看不看得懂 我看得懂 可能我自己也去交易 如果在我不交易的情况下 我也不会跟大家去分析这个怎么样 跑这个里跑那里 分析都是很容易的事 交易跟分析是两回事 这个分析师他是靠嘴巴的 那我们交易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跟大家分析的话 也要交易也要靠嘴巴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建议 会在下面留言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当大家点赞的时候 可以把我推到排行榜上 推到排行榜上 我看到会非常开心 所以谢谢大家的鼓励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下次见 谢谢大家